这个大法官视线呢 被停扁派认为是整个司法诉讼当中 最后一道的这个绝招 最后唯一有可能翻盘的这个可能性 不过今天的大法官解释 把所有的可能性通通都否定了 这些停扁人士在法律这个战场上面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策略 或是其他的方式 我们听一下之前红樱花法官 如何严正的陈述 换法官这件事情 违反了法定法官原则是违宪 演案他刚开始是周战 用抽签的方式分给周战春 那之后用行政会议把它换给 蔡守信何一廷审理 这是违反法定法官原则 违宪 致死无效 他也讲说牵涉到核心跟客观的公正利益 这时候最最好的这个 对法院最熟悉 以及最专长的专业工作者 你不能要求他保持沉默 所以我觉得法律人这个时候是不应该沉默 这个时候我突然是在捍卫宪法的价值 另外一直要求大法官能够尽快 视线的民进党 现在也得到了这一份对陈水扁 完全不利的视线书 接下来的声援陈水扁司法人权的行动 又要如何进行下去 听一下蔡英文之前呼吁司法院 尽快视线的说法 法官能够尽速做成相关的决定 因为这个视线案会影响到第一审判决的效力的 这个评估 所以我们也就是我会跟我们的党团来讨论 去跟这个司法院院长见面 讨论相关事宜 所以现在一审判决的效力要重新评估了 在重新评估之后 我说就民进党来讲 民进党要重新评估这一审判决的效力 主持人我赶快切误一下 你觉得蔡英文今天听到这个决定 轻松不轻松 当然轻松 非常的轻松 不过你刚才讲了一句话 我有意见 你说这个是民进党这边 认为这是最后的路径 最后的一个 我说停点的人 不只是最后 本来形式上看起来最高 最高 最有 authority 最有权 还有一个最重要你们都忽略了 想钱商 想生质 想生本得利的 因为你做其他的事情 都很费事 都很费力 说打开结识 打开结识 赢了没办法 输也刷 最省事 这一点你不要忽略 输就刷吗 我是问说输就刷 没刷 没报了 就是这样 没有人 除了陈这边以外 没有人在打官司时候 去要大法官解释的 为什么 陈水扁案子还没定业啊 官司还在进行中 二选不是还在审吗 谁说陈水扁官司一定输的 如果二选可不可以判他无罪 也可以啊 当然这个是理论上是这样的 不可能判他无罪 陈水扁这官司还在进行中 大法官的解释只是告诉你说 你们的疑惑我给你解答 要不要解释 当然要解释 连红樱花都搞不清楚 法定法官的原则是什么 怎么能不解释 我也希望他解释 因为我对检察官在审判中的案件 能不能康告 我也是有疑虑的 他一解释我也很清楚啊 我觉得有解释总比没有解释好 因为那时候包括红樱花这种人 他自称为法律人 这种法律人对这种事情 都有这种见解 而且还写文章 大法官做出解释来 给他指点一下不是很好吗 我觉得做出这种解释以后 大家就没有话讲 重罪羁压也没有违宪 很多人也讨论啊 那大法官也给你做解释 把这个刑事诉讼法的真正含义 给你讲一遍 大家看也很清楚 我觉得非常好 东豪 所以红樱花还会被继续投书 他的不同意见会不会继续投 我是很担心红樱花法官 因为如果大家去打听一下 现在在士林地点署 士林地方法院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事情的制度 就是案子的起诉或者是告诉之后 由地方法院 他推了一个叫做审查庭 就是刑事审查 这个你起诉或你告诉的案件 要件够不够 那个庭的庭长就是红樱花法官 那以他的法律见解 我是很担心这个相关权源 会不会有受损的问题 那这个整个事情来讲 到这个地方是可以告一个段落 那至少 就是说不管你赞成与否 至少有关重罪羁押 可不可以单独羁押被告 检察官是不是有抗告权 法定法官原则 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的制度可以获得比较明确的一个游戏规则 定定出来了 那陈隆炳是不是就此就罢休 当然不是 陈隆炳本来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这是他的权利 他可以用任 还有极吗 这已经是最极了 他一定还会再讲办法找出 可以穷尽一切的方式 救自己出去土城看守所的方法 这个后面他还会在找戏 你说大法官会议 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些政治上的纷纷扰扰 当然没办法 但他可以让我们的法律相对 变得安定一点 那要做文章可不可以 还是可以啊 我也可以找看有没有不同意见书啊 是不是有大法官提了不同意见啊 然后再出来嚷嚷啊 一个人要做文章是都可以啊 可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价值 是不是因此而确立 就确立了 旁边引委告